中央这个决定的时间掌握得很好 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市民慢慢都很厌弃那些暴力行为 那些暴力行为破坏香港 令到社会不稳定 而且也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和国家的安全 所以市民一听到中央出手了 用立法的方式大家是很支持的 至于反对的力量 因为他们看到中央立法这个事在必行 就不是说等在立法会这样拖几年都未成事 他们知道一定会做 做就成为香港法例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在安法通过之前 他们都鸡飞狗走 他想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现在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没有自由 好严 动下就告你 就是希望制造气氛 人人自危 濫暴 濫告 想制造这些气氛出来 有些事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 不要让他们不断抹黑黑 不断在製造谣言 那些东西 一定不会影响市民的言论自由 这些是受基本法保障的 所以今时今日 他们再制造恐慌 我觉得这些意思就慢慢的 效果就低了 我就不断呼吁市民大众 不要担心自己看一条法例就可以了 66条 中文仍以明白 你看了之后 就不会被人错误引导你 所以呼吁大家 有个法例 直接清晰的了解 不要 不相信了 那些揽炒牌 那些谎言 我们现在还要过一关 就是9月的立法会选举 这一关是很重要的 我们能否能够社会继续稳定下来 市民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要做个理性的决定 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揽炒牌 一些上方设法去找机会 控制立法会 瘫痪特区政府 这些组织的人物 大家要小心 当然如果你说 不要紧要 等他们来管治香港社会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可能我们香港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虽然这就是 我们可以准备更不要 新银劲 而是 你新银劲